《江南画派第一人》 他们被称赞是当代的赵孟甫与管道生 有过之无不及 谢志柳文化大官员正在播出 谢志柳传的作者曾发出这样的感慨 再多的笔墨 再长的篇幅 都无法竖进他眼中的谢志柳 谢志柳其实是大师级的人物 他的艺术成就 他的艺文故事 他的朋友圈 对他的了解越多 就越被他吸引 或许是因为生前太过低调的缘故 谢志柳没有家喻户晓的生命 一般人对他的了解 大多陷于中国传统书画的鉴定上 直到他与启公徐邦达齐名 但事实上 谢志柳在书画上的艺术成就 也已到了非凡境界 像谢志柳先生 1910年出生 1997年去世 88岁 正好经历了20世纪的中国的三朝 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20世纪毁掉了一批文化人 但是也成就了一批文化人 我觉得谢志柳先生 就是属于很幸运的 他是被20世纪成就的 那一批文化人之一吧 您怎么样的总体评价 谢志柳先生的成就 一个是这个社会的变迁 这个时代的这个严格 还有一个这个个人的命运 另外还有一个 我觉得很重要的 就是这个文化的演变 传统文化 其实在20世纪 就是它发生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转折 所以在这个转折当中 很多这个文化人 怎么样这个从传统 向现代转型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每个人必须这个面对 必须应对 必须面对的 像谢老 谢志柳先生 这个从他个人经历来说 其实他是这个16岁 进入纪元读经史 也就是说 他是接受的 传统文化的熏陶 也就是他的少年时代 是按照一个传统的文人 来进行塑造的 对 这个对他以后的成长 包括他这个书画鉴定也好 绘画书法创作也好 我觉得是起了一个 方向性决定性的作用 谢志柳生前总说 我是从纪元走出来的 纪元就在他的故乡 江苏常州 主人叫钱明山 是清末明初的江南大陆 谢志柳15岁 拜钱明山为师 进入纪元求学 纪元从此成为他艺术生涯的摇篮 钱明山的书法颇富盛名 康有为年轻的时候 看到他的字 便认为除了自己以外 就属钱明山的字号 在老师钱明山这里 谢志柳见到了 让他一见钟情的 陈老莲的梅花图 陈老莲就是明末清初 著名书画家 陈红寿 他最擅长人物画 陈老莲去世后 他的画意画迹为后学所诗成 堪称一代宗诗 陈老莲的梅花 决定了谢志柳书画的办事生涯 从此他一往而情深 迷上了陈老莲的书画 后来他的书和画 达到了可以与陈老莲乱争的地步 但最令人惊叹的是 谢志柳的绘画并没有名师传授 他是在效仿古人的同时 自学成才 他的这个书法也好 绘画也好 是他综合学养的一种书法 这个是非常厉害的 就是说他自己说 他画画其实是业余的 他说他画画是业余的 对 这个倒不是谦虚 我觉得可以反过来理解 其实是一种骄傲 对 中国这个传统绘画历史上 很多最主要的艺术家 很多最主要的艺术家 都是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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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文人画家登上历史舞台以后 他们掌握了话语权 他们制定的绘画标准 就是从他们的角度出发 就其实是强调什么 强调一个综合的素养 一个人格的这个外画 对 外画 对吧 对 通过比较外画 我们不能仅仅从书画表面 或者形式 或者技法本身 对 来去评价一个艺术家 对 在某种程度上 你要达到一个 技和道的完美结合 你才能成就自己的事业 谢志柳的哥哥谢玉成 有江南才子之称 他也是钱明山的学生 谢玉成是书法家 他擅长多种书体 有以立真行造诣精深 谢玉成以诗书名众一识 结交往来的 都是当时的著名书画家 其中与画家张善兹 张大千兄弟 关系最为亲近 谢志柳也由此认识了 当时名气还不大的张大千 张大千兄弟 当时借助在苏州网诗园 园内刺有老虎 谢志柳与张大千相识之后 有时也到网诗园去住几天 张大千知道谢志柳喜欢陈老莲 便把自己收藏的陈老莲精品 西数拿给他看 让谢志柳欣喜至极 从网诗园以后 张大千谢志柳切磋意识过从甚密 张大千非常喜欢五代南唐画家 董元的山水画 徐悲鸿刚好收藏了一张董元的西暗图 张大千于是托谢志柳做中间人 愿意用他收藏的 杨州八怪金东新的话 交换徐悲鸿的西暗图 张大千就跟谢志柳说了 说你去拿了这个东西 他去悲鸿去收 他说这个东西 他说我的东西让他挑 这件东西也给他 我只要这一张西暗图 跟这个说了 那个叫谢志柳就从重庆门 到成都去了 这张东西 拿到重庆门 哦 所以谢志柳先生是从中间 给两个人把画给换过来了 当大千找他去跟悲鸿去讲 对对对 悲鸿先生什么懂也不懂也 他不管他不管画 他自己画画 对 徐悲鸿先生只喜欢他喜欢的画 看了他自己要喜欢 对对对 徐悲鸿说 哎 又要什么 就要这一张东西 这一张东西 就不要了 就一点不喜欢的 谢志柳先生也没有挑着 挑穿这一点 大千假的 京东西上的七书是大千写的 是啊 对啊 就是 对 在张大千的艺术履历中 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 就是他曾经两副敦煌 历时三年写生 敦煌的重要经历 影响了他后来的画风 和艺术造诣的经济 一九四一年五月 张大千携家人弟子第二次赴敦煌写生 最初决定观摩三个月 后来改为半年 半年不够 再往后演 张大千被墨高枯满壁的古代绘画和精美彩素倾倒 他要与朋友分享 首先想到的就是谢之流 张大千给谢之流写信 描述敦煌艺术之美 请他到敦煌来共同研究壁画 我觉得这个是对谢老师有很大的影响 谢老以前山水寺源 然后这个花鸟和人物 可能更多的受这个陈老年的影响 包括书法 陈老年的影响非常深 接触了敦煌以后 一下子把眼界提升到唐 甚至唐以前 这样就是对传统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 而这个跟张大千的影响肯定是密不可分 包括他晚年的这个重色啊 这个杂财缤纷呢 是不是也是和张大千有一个隔海呼应的关系 应该是有 就像我刚才说 就是敦煌里面的这个很多这个色彩 就已经是很辉煌 然后这个再加上这个张大千这个影响 他们还是解放以后还是有往来 张大千和谢老 确实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关系 在敦煌 谢之柳和张大千各有追求 张大千追求的是临摹 想把自己的人物化升华到一个新境界 谢之柳追求的 是研究敦煌绘画艺术的风格流派 两人各有所得 离开敦煌后 谢之柳整理自己的研究笔记 写成敦煌十世纪和敦煌艺术叙录两本书 都是研究敦煌艺术与印度佛教关系的权威著作 就连张大千自己也说 我认为历史考证之价值 重过艺术欣赏 就说到这个谢之柳先生 我们当然会把它放到整个二十世纪 甚至十九世纪末有的所谓海上画派 这一个这样一个地域的一个画派里头来 那么您觉得这是谢之柳先生的绘画 从这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海上画派 有什么样的内在的联系 然后他又做了哪些一些新的发展 谢之柳先生无疑是海派绘画力量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代表人物 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讲 海派我觉得更主要的是 1949年以前的那些在上海地区活动的书画家 有很多人是跨越了两个时代 当新中国成立以后 那些这个海派的一些中间力量 它还能发挥作用 还在艺术上推进初心 还在不断地把传统文化 推向向现代的发展 谢老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 从这个混画本身来讲 他是能够体现海派的那种 既吸收传统又强调创新 可能在某种意义上说 创新更加重要 谢智柳早年的花鸟和人物画 受明末清初画家陈老莲的影响至深 后来他又转向山水画 对五代画僧居然南唐画家董元极为推崇 在他的画里能感受到强烈的唐颂气息 和深战的功力 谢智柳的画风 其实走的是古代文人画的路子 但谢智柳又有自己的个性 古代文人书画主要用来语解 是小圈子里的高雅艺术 而谢智柳的绘画最为难得的地方在于 他在追求雅俗共赏的同时 仍旧保持了他传统的功底 和个人的高雅审美 1976年定居台湾的张大千与后辈谈到谢智柳时 这样说 智柳的话远超过我 可惜多年不见 通信也难 我托人在香港访求他的话 然而至今都未办到 谢智柳的话所以难得 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并没有把所有精力放在绘画创作上 从1950年起 谢智柳就受聘于政府文管部门 主管接收和收购文物的鉴定工作 他的书画鉴定生涯从此开启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东晋王献之丫头顽帖 王熙之上语帖的唐人磨本 王生的烟浆叠障图等等 都是谢智柳鉴定甄别的西式名品 其实他对于书画鉴定 除了一般的考证 从茶注录也好 对这个工具材料的研究 这些东西的判断以外 我们知道他本身就是一个书画家 他是个画家 对书画家 所以他对于传统书画里面 各种微妙的变化 每家 每派 每个艺术家的习惯动作 我们说下意识的动作 他都知道 艺术家的个性 时代的风格也能把握 我们不说细节上的科学性的印证 风格上的这个领会 拉开作品就能知道 大概是什么年代 大概是哪门哪派 这个就是他最厉害的地方 这种一种气息的感应 不客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决心进行个人艺术的变法 他用十年时间潜心研究五代南唐画家徐希的落末法 从此他的画风由工笔细写转向豪放 色彩由明镜单纯转向末彩交融 呈现出一种朦胧的美 你看这张画是1984年的 这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见到的 泄老的风格的那种晚年 就是一个末稿以后 完了以后就是绿颜色 折式颜色 就这么整个的就铺上去了 像泼彩 但是好像又和我们熟悉的张大谦和刘亚苏的 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那么你说他的特点在什么地方 他是这样 因为他的绘画的基本的传统的取向是宋代的 所以他特别喜欢宋人的秋贺 在这个基础上 他的泼墨 为什么我们说跟别人不一样 因为他这个其实是借鉴了花鸟画里面 落末法 落末法 这样一种画法 因为这个大家知道 谢老在鉴定上是独具之眼 非常厉害 他鉴定这个 曲奇血竹筒 血竹筒 然后从这里引申出来 就是对古代落末法的研究 在中国美术史上 父子都是大树画家的少 女子为大树画家的也少 夫妇都是大树画家的更少 人们论起古今夫妇书画家的美谈时 十有八九都会列举元代的赵孟甫和管道生 所以提及谢志柳 陈佩秋夫妇时 人们一般都将他们比作是当代的赵馆 其实真要认真比较起来 两对夫妇自有不同之处 大家知道这个传统中国画里面 有赵孟甫和管道生 其实现在谢志柳先生跟陈佩秋先生 有过之无不及 陈佩秋先生他本身成就也是非常高 我们从来不认为佩秋先生是谢志柳先生的一个陪衬 他自己其实有很强烈的独立人格 不管他的书法也好 绘画也好 强烈的个人风格 这种个人的强烈的风格 我觉得一个是他也是遵从传统 他的传统的功力非常 赵孟甫和兜想 即将新的这个 這個欣賞這個構圖,它實現了,你看這裏有個點景的小青蛙, 它等於畫家變成了一隻青蛙才能夠看到這種構圖啊, 是吧,這個倒鼓都像森林一樣啊。 這個就顯示了這個豐鬆的場面, 然後這個小青蛙又讓人想到這個宋人的小品, 這個非常形象非常生動, 那麼從繪畫本身來講,我覺得我的最大的感受是什麼呢? 一個是色彩,就是佩舟先生從這個時候已經開始對於色彩進行研究, 像這種著色,傳統中國畫裡還不多見, 就是它最厲害的地方,就是儘管它這麼重的顏色, 但是它的線條非常有利,就是送人工筆畫的那張線條, 它的線條有書寫性,就是它不刻板,非常生動, 有韌性,特別是這個葉子的這種姿態。 對,因為你想想,這麼重的稻穗啊, 這個靜和葉要有彈性才能撐得起來,回去倒伏了啊, 對,對,對,是吧,還有一點的話我覺得還有光影的引入, 對,是吧,光影的引入。 所以在它後來的創作當中,就是融入了這個大家說受到印象派的影響。 印象派影響,對。 其實它其實受這個印象派影響是可以肯定,但是還有一個就是它其實受了很多攝影的影響。 攝影的影響。 對。 對。 到話向你說,風蓮拼曲蛙神一片。 拼曲蛙神一片。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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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非常有意思。 非常好。 解釋柳是在一九九七年去世的,至今已過去二十年。 關於他們二人的相處,還有這樣一個小故事。 解釋柳生前養過一株棚栽雪松,雪松的尖端被剪去,論之像四周擴展,像一頂圓圓的劃蓋。 這是解釋柳的得意之作,觀者無不讚美。 但陳佩秋不以為然,他認為,好好的一顆雪松移栽到花盆裡,限制了他的自然生長。 一九九八年,解釋柳嫁賀西去之後,陳佩秋又把那顆雪松移栽到花園的泥土中,讓他自由生長。 這個小故事讓人不由會心一笑,這兩位老人就是用這樣寬和的方式來包容彼此在生活和藝術上的個性。 陳佩秋先生今年已經九十五歲了,平常仍然堅持書法和繪畫。 老太太並不經常待客,但如果遇到彈得來的人,她還是很健談。 你看看這個小鈕,下面這個小椅子,放著小嫩椅子出來,完全是寫生的。 所以我知道她那個結構怎麼,就是一個一盆花呀。 一盆花嗎?她那姿態可能什麼地方我糾正一下。 嗯,對,春城啊,就在昆明。 都在昆明嗎?你看中秋節。 春城。 啊,她沒畫也是這樣的。 你看我寫生的,她什麼地方不美觀一點,我熟悉改動一下。 在畫的時候就可以了。 對,對,對。 這是。 看好了就畫,就是這樣子。 對,這是。 哎,茶花。 鐵桿海棠。 哦,海棠嗎? 鐵桿海棠。 它這個鐵桿海棠是貼在這個上面的。 哦,海棠。 我全是寫生的。 全是寫生。 這個茶花。 這個茶花。 嗯,對。 嗯,對。 我隨便,這隨便畫。 哎,這荷,那個。 那一張荷花。 寫藝的,這就不是寫生的了,寫藝的了。 哦,小海棠。 嗯,海棠。 這是菊花。 嗯,還有這個蛾子在上頭了。 他們只要畫一個蝴蝶,沒有大蝴蝶,就畫一個蝴蝶。 好,這還畫一個蝴蝶了。 嗯,水仙。 嗯,對。 真好。